回来,走在乡下 我觉得说,或许那是总回归 其实人还是要回归到 普世的感觉 那请问那些还是用冠行农法的这些人 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去过台北 所以他们没有一些新的观念 所以他们还是 因为他们不是我 我只是请问你说 您的观察,这些人是不是一直都在乡下 没有去过台北 所以他们没有这样的 你的这样的新的观念的历练 因为我不能以我的角色去评算 那如果你没有去过台北 你不会想到要这样子中翻车 没有去过台北 你会不会就跟他们一样一辈子就这样 如果我没有去过台北 我现在一定会把这里的事业结束掉 赶快去台北 因为我还有一个梦在台北 因为那十年已经把我的梦换灭掉了 换一个梦 对,等于现在在组另外一个梦 我觉得回归原始 这个梦对我来说 才是我下半生想要的 如果我没有去台北 那十年 我可能还是对 回来 对回来的人 怎么都穿西装 都开明车 那你可能就到第二十个人来 会比较四 三十出头 对,因为那个变传 那你已经回来多久了 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我都接着我 十六岁去十年 就二十六岁回来 我觉得我三十出头 全国同胞三车啊 三十六 我觉得 其实你是二十出头 我觉得我三十出头 说二十几 人家不相信 大概三十出头 那是我觉得 姐姐你懂吗 姐姐十八的意思 你差不多三十 没有,我现在才六岁 对,你三十六岁 你大我三岁而已 你这个是叫红 你本面是清水 对,我本面是清水 因为今年的目标 那两箱二十盒的话 我一直要拿冠军 其实我觉得第二名对我来说是吃的 对 好,谢谢,谢谢 那你觉得冠军 哎呦 冠军 冠军也是 不,不,不 冠军哦 不以自体 冠军是最值的 你们打你了 打你了 谢谢,谢谢 谢谢 你有吃吗 有啊,当然可以 那都吃啊 那你才刚刚也合啊 谢谢 谢谢